首先帶您來看到美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 在台灣晚間昨天9點多 進行了新一代太空飛行器新建的第二次試射 不過火箭在抵達太空數分鐘後失去聯繫 但成績已經超越了第一次試射的時候 高度大約一百二十一公尺的新建 成功從美國墨西哥灣的星際基地發射升空 飛行兩分多後新建成功與推進器脫離 不過這一趟原定進行九十分鐘的太空飛行 在升空大約十一分鐘後失去訊號爆炸 新建今年四月二十日的首次試射行動 也在半空爆炸收場 不過除了執行長馬斯克抱持樂觀 希望這一座有史以來最大的火箭 有一天能夠帶領人類殖民火星 美國太空總署NASA署長尼爾森也恭喜SpaceX 在新建發射計畫上有所進步